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土耳其利用一票否决权提高要价 美国又会如何安抚和斡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北约将致力于协调内部成员国的关切 有信心各方最终将会达成共识 而俄罗斯表示 不认为芬兰加入北约会构成A企业 因为两国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矛盾 然而对芬兰和瑞典来说 俄乌战争的爆发的确颠覆了 两个国家的安全观 靠一己之力无法自卫 必须加入北约抱团取暖 所以北约扩容 俄罗斯会作何反应 而对中国来说 北约扩容最令人担心的又是什么 好 今天晚上全球连线 伊斯坦布尔现场 有凤凰卫视著土耳其记者米尔扎提 北京现场为您请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 以及作战和装备专家王云飞 三地连线探讨 北约扩容进程能否如约推进 以及玩票一票否决权 土耳其如何谋求利益最大化 景梦金的这种报道 北约获天新成员 有人欢喜有人忧 瑞典外交大臣林德 17号正式签署 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另一边的芬兰 则需要对入约进行投票 据林德称 两国将一起地表 预计最多需要一年的时间通过 进群需要全群统一 就在北约之中 土耳其就第一个举起了反对大旗 一句对不起别费心了 阐明了埃尔多安 对当下芬兰和瑞典入局的态度 他指责这两个北欧国家 没有采取明确的反恐立场 更指责两国对土耳其的制裁 土耳其当局还称 瑞典和芬兰收容了土方 认为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人 及居伦运动相关嫌疑人 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 新交集加上旧丸院 芬兰 瑞典派出外交代表团 将访问土耳其 试图解决入约分歧 称尽量消除误解 有信心达成解决方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在16号表示 尽管土耳其有疑虑 他对瑞典和芬兰 能够加入北约有信心 但就在同日有外媒指出 土耳其开出条件 要求瑞典和芬兰 遣返33名被认为 与恐怖组织有关的人士 但被两国拒绝 又为这场入约谈判 添上了一层变数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 在出席吉安组织峰会时表示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 但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 在两国领土上的扩张 必然会引起俄罗斯的回应 普京更指责 北约扩张完全是 由于美国外交利益 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北约在俄乌战事的激化下 北约看似同俄罗斯的利益 没有直接冲突 但就相关利害 拉脱维亚外长一与中地 称波罗的海正在成为北约的内海 瑞典泛兰入约之后 北约对波罗的海的控制 将大大强化 而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地区 圣彼得堡和非底下里宁格勒 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 特别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 圣彼得堡将完全暴露 于北约的威胁之下 俄乌战事所产生的次生影响 不断波及全球之际 战局也有了新变数 在长达数月的冲突后 马里乌布尔的控制权 最终交给了俄罗斯 马里乌布尔亚速钢体厂 撤出了264名士兵 转移至由亲俄民兵控制的城镇 有评论称 这祸标志着俄乌冲突 历时最长最血腥的战斗结束 也是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 马里乌布尔告一段落 俄乌战场焦点转往何处 土耳其不约 埃尔多安将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两国入约又将如何影响 欧洲安全格局 变数重重 好 半路杀出城要经 土耳其的反对 到底会为这两个国家 加入北约带来怎样的变数 怎么看土耳其的这波操作 好 今天请出各方家 嘉宾和介者做深入分析 首先连线的是 在土耳其记者米尔扎提 我们看到土耳其的这个反对 非常的直白 但是你怎么看 他反对的真实原因 只是因为这两个国家 包庇库尔特共产党武装吗 还是说土耳其 有自己的一个议程和条件 这两个国家 马上要派外交游说团来土耳其 土耳其的态度是什么 是的 杨叔 其实土耳其呢 看来这个问题呢 有三个层次 首先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芬兰和瑞典 是明目张胆支持 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的 库尔特共产党 和它的延伸组织的两个国家 那现在还有很多呢 被土耳其 通缉的这些组织成员呢 在这两个国家呢 进行政治运动 甚至呢 这两个国家呢 允许这些组织成员呢 在他们的议会上发言 让土耳其呢 感到非常的不满 那土耳其曾多次呢 要求这两个国家 遣返这些组织成员 但是被瑞典和芬兰的 政府的拒绝 所以土耳其总统二端呢 把这两个国家呢 比喻成恐怖分子的巢穴 在这种情况下 土耳其当然不希望 两个国家呢 加入北约 跟他们相存在 这个同一个屋檐下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土耳其呢 这些组织成员呢 可能会利用芬兰和瑞典的 这个国家身份呢 和他们的地位呢 获得更大的力量 甚至获取这个合法性 这对土耳其 会产生这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乌克兰 想加入这个北约呢 是发生这个 俄乌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土耳其呢 不希望发生 类似这个俄罗斯芬兰 俄罗斯瑞典这种危机 虽然在俄罗斯危机中呢 土耳其保持了这个中立的地位 并没有像其他的这个 比如成员国那样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俄罗斯也对土耳其的 这个处境呢 表示理解 但是土耳其呢 同意瑞典和芬兰 加入北约呢 可能会让俄罗斯呢 感到不满 那第三个原因呢 土耳其当然跟其他的 这个国家一样呢 想利用这个机会呢 体现出 它在这个北约的重要性 那我们都知道 虽然呢 土耳其在 是这个北约在中东地区 最强的一个成员 但是跟其他的 这个北约成员国的 关系不是很好 以美国和这个希腊为例 那土耳其经常呢 会跟这些国家呢 闹成一个僵局 所以瑞典和芬兰 想加入这个北约呢 可能会 可能会为这个 土耳其呢 为国家利益 寻求这个利益呢 创造一个机会 央书 好 非常谢谢米尔扎提 来自土耳其的连线分析 好 接下来马上请出 在北京现场 中国社科院 欧洲研究所的副所长 刘作奎 刘院长 你怎么看 其实这次 这个瑞典和芬兰 加入北约 在北约内部 甚至西方 是蛮有共识的 所以这个时候 土耳其突然跳出来 大力反对 稍微有点突兀 紧迫的情况下 瑞典和芬兰 会不会做出妥协 因为西方媒体的报道说 土耳其已经明确提出 就是要求 要求瑞典和芬兰 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你怎么看 这两个国家 会不会妥协 以及美国会怎么处理 主持人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 土耳其呢 这么做的实际上 是有它的预期 一呢 是想扮演地域大国 作为一个平衡的力量 在不同的机构和组织中呢 加一点杠杆 说一点不 那么提升它的影响力 亦保留和俄罗斯对话的渠道 同时也在北约中呢 提升它的 它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这是土耳其的 维持它 必须打过身段的一种尝试 那么我觉得第二点 更主要是因为 土耳其有个预期 觉得在 北欧的瑞典和芬兰 在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呢 它觉得安全威胁 是它的第一需求 那么所谓的民主假值观 或者对恐怖主义的 这种定位问题啊 应该是退居其次的 所以在提出这个 要价的情况下呢 它预想北欧的 瑞典和芬兰会做出让步 那么这个问题的 根源背后还是美国 美国实际上主导着 对土耳其的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 在军人运动问题上 的一个定义权和发言权 那北欧国家呢 只是它的跟从和小伙伴 那么这个背景下 美国要励住瑞典和芬兰加入 北约的一个大背景下呢 那么美国也会使出一种力量 或者说尽快最大努力 做出协调 希望双方能以软着陆的方式 达成默契 最终呢 促使瑞典和芬兰加入到 北约当中 那么土耳其呢 作为北约所有成员国中 现在为止是唯一反对 瑞典和芬兰加入的 这个国家成员国 它也会衡量 如果过分地扮演毅力的角色 也会影响到 它在北约中的地位 所以凡此种种权衡 我觉得将来 他们会达成一种妥协 在美国的牙力下 实行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让瑞典和芬兰 最终达到加入北约的目的 这是我的分析 好 所以在您看来 就是最后西方啊 还是会做出妥协的 这个结论 不知道这个在北京 作战装备 刘云飞先生 您是否同意 就是到底土耳其的反对 会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构成多大的变数和障碍 美国会不会做出妥协 以及你对土耳其这个国家 在关键时刻利用 自己的国家利益 凌驾于北约的集体利益 这种做法和谈判策略 你怎么看 土耳其是在北约当中 多数一支的国家 首先它是横跨欧亚大陆 第二个呢 这个国家呢 毕竟是从穆斯林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有两面性 一方面呢 是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 第二方面呢 它也呢 与西方的普世家 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么这两种双重性呢 就使得这个国家 在北约之内啊 一方面 它也知道 要追求北约的共同利益 但是呢 在很多场合之下 它是把自己利益 是放在第一位的 它认为呢 自己的利益 可能比北约的共同利益呢 更重要 所以在很多场合之下呀 它与其他北约国家 显得与众不同 但是呢 我同意刘先生的 他的这个意见 因为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呀 会从中来斡旋 同时呢 预计瑞典和芬兰呢 也会做出一些妥协 普派奇也知道 想完全达到自己的 所有的目的 这也不太可能 但是呢 即使能达到部分利益 在这一次的 与其他国家的这种 利益的争夺 利益的争夺当中呢 也能得到很多利益 它也就够了 所以 再往后走的话 预计呢 华尔其呢 可能也会做出某些让步 好 还是完赚一票否决权啊 这一招非常高 来问一下梅尔扎提 这个因为北约成员国 做重大决策 都需要30个成员国 一致同意 所以任何一票反对 都非常的关键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提高自身的这个利益啊 不知道土耳其过去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 这一招玩得非常转 你怎么看 是的 杨叔 那其实土耳其在过去呢 几乎跟所有的这个 北约成员国呢 都以不同的形式呢 闹过僵局 那最常出现的问题 最常出现问题的 也就是美国和希腊 那我们知道 土耳其在过去呢 想从这个美国购买 这个F35战机 但是美国呢 以各种形式呢 阻止了这个生产和出售 F35战机的这个所有进程 土耳其呢 转身就向这个俄罗斯购买了 书架这个S-400防空导弹系统 遭到了北约的谴责 那因为我们知道 S-400这个导弹系统呢 不符合北约的这个武装体系 那最严重的一次呢 也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土耳其发生这个被随政变 头号人物呢 居伦在美国 那土方要求美国 遣返这个居伦的时候呢 遭到美国的拒绝 土耳其呢 当时呢 都考虑到这个退出北约 因为对北约的这个 北约的这个信任的 极大程度上动摇 那土耳其中的二端呢 昨天在讲话当中呢 表示 就算是芬兰和瑞典 对土耳其做出 不支持古牧分子的承诺 土耳其也不会相信他们 因为在过去呢 希腊曾经就退出过北约 然后呢 想再次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时候呢 土耳其就投了反对票 当时西方国家呢 为了说服土耳其呢 就答应土耳其说 如果他投这个同意票的话 向土耳其承诺 加入北约的这个条件 但是结果呢 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 土耳其一直没有成为 这个欧盟国家 所以土耳其呢 对这个北约呢 这个产生这个质疑呢 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 杨树 好好谢谢 这看来过去双方 还是有互相不信任的一个历史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芬兰和瑞典 甚至加入北约 那既在西方持续发酵 我们看到欧洲方面 包括法国就表示 这意味着北约终于满血复活了 那现在很多人还在重新理解 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芬兰和瑞典 这两个国家改变 长达百年中立的一个政策 加入北约 到底对欧洲的安全格局 会有怎样的影响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俄罗斯方面的回应 就是俄罗斯认为其实芬兰和俄罗斯之间 没有根本矛盾 两国友好相处多年 当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峰会 还是在芬兰举行的 但是俄罗斯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好 来马上请教的是 作战装备专家王云飞先生 您觉得如果芬兰和瑞典真的加入 那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 会进步加强的情况下 俄罗斯在军事上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俄罗斯目前能做错回应的 只能是在芬兰的边境 加强它的军事部署 而加强军事部署的重点 在于用核威慑来威慑北约 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很多 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这种导弹 也有不少 比如伊斯坎德尔导弹等等 如果芬兰和瑞典做得非常过分 俄罗斯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之下 把它的这些战术导弹的部队 部署到边境上面去 产生威胁姿态 当然不一定把核弹头运过去 即使能把这些装载核弹头的导弹 以及飞机部署在边境上面 那么也会对芬兰 以及其他北约国家产生巨大的威胁 好 谢谢王先生 好 在北京现场继续请出刘先生 其实我还想问 因为芬兰和俄罗斯之间 却是没有根本的矛盾 那俄罗斯对芬兰构成的实际威胁 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看芬兰选择加入北约 会不会是一种比较情绪化 或者过度反应 我知道您前段时间也走访了欧洲多个国家 也进行深度的调研 不知道这些国家到底对于俄乌战争的爆发 对于俄罗斯 他们有一个怎样的认识 好的 主持人 这个我倒不认为它是一种过度反应 因为欧洲国家 尤其像中立国家 有长期的这种中立传统 它做出决定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的 那么促使它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一个是历史记忆 第二个是现实的安全需求 那么我这次到东欧 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访问 也能切实感受到 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俄罗斯的威胁 唇亡齿寒 感觉威胁就在家门口 比如我在波兰 也看到了大街上军车在徐徐驶驶过 然后全民也都在动员搞战争 这个动员和备战的情况 所以他们感到安全威胁就在身边 这个是切切实实的感知 那么芬兰也是如此 包括波罗的海国家 这些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 确实希望芬兰能够加入进来 他们认为加入这个集体安全的防御组织 就找到安全的保障 在这一点上芬兰和他们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从历史来看 苏芬长期的战争 对他们历史的记忆 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么现在为止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血腥战争 尤其长期的交流的战争 让芬兰意识到这个战争的残忽性 必须地加入一个集体安全的组织 来获得一个安全的保障 这个保障是可能避免 俄罗斯入侵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这可能是芬兰的一个认识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所以总之来说 我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应急的选择 但不是一种过激的 或者是一个情绪化的选择 好 所以俄罗斯开战 看来在欧洲方面 还是引发了他们对安全的 一个巨大的焦虑 好 在秉线上继续请出王文飞先生 从俄罗斯角度来看就很有意思了 他当时之所以发动战争 是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防止北约通过 但结果又引来了 两个重量级的国家加入北约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觉得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是否在俄罗斯的预期之内 以及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北约扩容 中国最担心和关切的又是什么 俄罗斯在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措施上面 可能是得分了 就目前来看确实阻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可是它可能并没有想到 芬兰和瑞典会加入北约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可能是失分了 如果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使得北约进一步扩大 而北约现在有一步题 想把北约全球化 那么这两个国家如果加入北约 可能就成了一个催化剂 使北约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发展 所以如果连中立了上百年的国家 都有可能加入北约 那其他对北约蠢蠢欲动的国家 或者被美国珊瑚一下 就有可能加入北约 是这样的吗 对 因为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说过 北约的战略指向 可能要指向亚太地区 而这两个中立国家都加入了北约 在亚太地区 特别是东亚地区 有的国家本身就是西方七国之内的 他们与西方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如果这些国家未来即使不加入北约 成了北约的一个伙伴 那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 可能会带来非常负草的影响 中国对这个北约 继续向东亚扩展的这种态势 不得不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惕 好 谢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谈一谈战场形势 对俄罗斯来说 终于拿下一局 马里乌布尔到手了 下节回来继续分析 好 过去几周 和乌双方的交战焦点 就是争夺亚素钢铁厂的一个控制权 那前方的最近消息说 乌克兰方面已经撤离了 在亚素钢铁厂驻守的最后的乌军 很多人解读 这是乌克兰的一次投降 好 在北京方面 因为你请到的是刘先生 你怎么看这是否意味着 亚素钢铁厂的控制权 甚至马里乌布尔的控制权 已经最终落入到俄罗斯手中 失掉马里乌布尔 对乌克兰来说是多大的损失 我想这个损失 是一个战场上一个转折点 那么失掉了 乌克兰失掉了马里乌布尔之后 就意味着它彻底论论一个内陆国家 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控制力 进一步的增强 或者说俄罗斯先期对乌 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 主要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 那么对俄罗斯来说 它就可以喘过气了 利用这个有力的态势 进一步的发挥机动力量 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么对乌克兰来说 这场打击对西方世界支持和援助俄罗斯 也是一种重挫 它们意味着这么强有力的支持乌克兰 这么大力度的制裁 都不足以阻止战场上乌克兰获得一种胜利 那么对西方世界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评论认为 这场战争对乌克兰来说 是一个失败或者一个投降 就不足为怪 所以这个结果 王元飞先生你怎么看呢 对乌克兰来说 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挫败 以及下一个 俄罗斯方面再接再厉 他下一个主攻的重点是什么 这对乌克兰来讲 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这样的话 俄罗斯就可以集中精密 在顿巴斯中部 以及北部地区 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 现在在顿巴斯中部的195地区 双方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情况 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在马里乌克兰去说战斗之后 俄罗斯可以把相关的兵力 抽调到中部和北部地区去 加强了对乌军的进攻 现在在北顿利斯克 以及利斯昌斯克这个地方 大概有1.5万到1.6万名乌军 被俄罗斯包围了 那么从马里乌布尔撤出来的兵力 就可以调头向北 对这两个城市的乌军 产生更大规模的包围 来加速战争竞争 好 谢谢 好 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影响 请出的是刘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爆发之后 俄罗斯遭到了西方的经济上的 大国们的围困 然后现在你看包括瑞典和温兰 也要加入北约 在战略上进步包围俄罗斯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俄罗斯的经济 好像并没有西方渲染的那样的崩溃 反倒在这段期间 俄罗斯的进出口出现了大幅的升值升温 这个经济好像是有所复苏 并没有崩溃 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西方 虽然在安全上是抱团取暖 一致加入北约 但是在对俄罗斯石油禁运上 欧盟的第六轮制裁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共识 这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西方对俄罗斯发动了这场制裁也好 极限施压也好 它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他认为在俄罗斯失去外部输血 全球依赖中断的背景下 俄罗斯一定属于在短时间内被隔绝于西方的金融经济 或者是其他的体系之外 那么俄罗斯很快就因为失血过多而衰亡或者衰落 但现实问题在于这个世界意义相互依赖 即使没有西方世界的合作和支撑 俄罗斯仍然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新型经济体的支持 比如说战争之后来自于印度 甚至巴西包括中国 他们的经贸政治和军事合作 一直是有条不紊的进行 反而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 或者粮食价格的上涨 俄罗斯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收益 也就是说他有了更多的外汇盈余 来发动进步的维持他的战争态势 这一点是西方可能没有想到的问题 那么转过来又说 那么这个制裁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 或者说没有想预想的发挥作用呢 为什么西方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裂呢 核心问题在于西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危机到来之后 战争冲击之下 每一个国家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他们利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波兰和波罗的海 受到了安全威胁最大 他们的危机感最强 对对 然后呢 德包括德国 其他一些国家受到的能源的损害很大 经济的冲击比较强 所以每一个国家受到的冲击程度 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国家像匈牙利 在这次里边呢 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而且从能源交易中获益 所以大家的威胁的感知 受到的冲击的感知不一样 就必然导致它的利益认同是不一样 政策也就有所差异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 既有俄乌冲突 还有土耳其反对 做了深入分析 谢谢您收看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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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